我自己的话是觉得 阳明山 季节性的时候可以看花海 对 晴晴刚还可以看风景 所以我觉得像现在天气很热 可以躲到山上里面沸雪 所以很推荐 花博里面有非常多的馆场 它有各国风味的那种小吃 蛮适合休闲娱乐的一个行为 我会推荐的就是 国宾规划非常好 那现在也可以环台 那环台路线有很多种可以去探索 最近才有趣的就是象山 它是一个很快 跟孩子都可以打到争服一座山 边走边看昆虫 蝴蝶 然后蜥蜴 大家都可以去体验看看 我想要特别推荐两个地方吧 一个是我自己还蛮熟的西门町 你会看到很有趣的街头艺人 比如说有把握的女生 或者说跳线舞的团体 或者是自己有人是那个饶舌的歌手这样子 只要去那边走一走逛逛 随时随地都会发现 各式各样有趣新鲜好玩的东西 另外一个是我自己还蛮喜欢的是 华山1914文化创意园区 最当代的最台北的 有趣的好玩的艺人活动都在那里 很熟吗